你跟不孝女你还躲到这来了 妈弟你们怎么来这了呀 我怎么就不能来 我来就是专门治你这个吃里啪味的不孝女的 哎 阿姨您别冲动 有什么话咱们慢慢说 来你这边坐 妈 就因为我没有给我弟弟买房 你就一口一个不孝女的叫我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你弟弟结婚 你个当姐姐的一毛不拔像话吗 就是姐 这可是我下半辈子的幸福啊 那我的幸福呢 自从我工作以后开始 弟弟的生活费学费都是我来出的 无论我弟弟他提出什么样的要求 买昂贵的球鞋和游戏机 我都要无理由的接受 否则你就是对我破口大骂 当初我跟小王订婚的时候 一张嘴就要三十万的彩礼呀 他好不容易凑够了三十万 而你呢 转头就给我弟弟骑了辆车 人家父母死活不答应我们在一起了 小王也跟我分手了 结果我到现在都没嫁出去 都还是个老姑娘呢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妈 我是您的女儿 我不是您的摇钱树 你个死丫头 今天这个钱 你掏也得掏 不掏也得掏 哎 阿姨 您先先消气 你是老板吧 对 我是 给 阿姨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他不愿意掏也行 以后 把他的工资 全部打到我这张卡里 阿姨 这恐怕不太行 我们公司 所有员工的工资 都是由财务 直接打在他们名下的卡里 你们这是什么破公司 我要替我女儿 申请辞职 你还装什么独立女性 你还不够早点嫁了 我还能收点财礼钱 雅丽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自己的亲弟弟结婚 你最少也得随五千吧 你打发叫花子呢 现在结婚 酒席 彩礼 家居 哪个不是花大钱的 五千块钱 连个沙发也买不起啊 那你的意思是 要让你姐 把你结婚所有的东西 都包圆了呗 没错 她本来就是个赔钱货 这么多年我养活她 她不得做点贡献吗 我没钱 你再逼我 我也没钱 如果可以选择我的出身 我宁愿不要做你的女儿 怎么说话呢 怎么一张嘴就这么臭呢 就是 我说的是你们 你怎么跟我妈说话呢 好你个郭亚历 我心心虎虎把你拉扯这么大 你还连和着别人欺负我 你还有没有把我当成你亲妈 把她当成你亲弟弟 照你这么一说 我看干脆别让亚历当姐姐了 直接当她妈吧 哎 你什么意思 字面意思 既然你这个当妈的什么也不干 还要让你的女儿 来承担你儿子的终生大事 那么她要你这个妈 又有什么用呢 我见过坑爹坑妈的 还没见过坑自己亲生女儿的 我管教我自己的女儿 有你什么屁事 今天这个事我还管定了 亚历她平时工作 上进又努力 如果不是因为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她完全可以凭自己 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最看不起的就是你们这种人 重男轻女满脑子的道德绑架和封建思想 明明有两个孩子 却偏偏要吸你女儿的血 来养欢你大儿子 像你这样的人 根本不配为人父母 如果你们两个 以后再敢来我的公司闹事 那我只好报警了 现在就请你们两个 从我的公司圆圆的拱出去 滚啦 大家最近辛苦了 这次长假公司只留一个人 你们谁要留下 我这不行 我孩子还要上补习班 没人去接啊 我更不行 我太累了 我需要好好休息 老板 我也不行 我这要去外地旅游 票都订好了 退不了的 那你呢 老板 我没事 我留下来加班吧 很好 每次加班都有你 看来 你还是蛮空闲的嘛 给 这大洋老婆孩子出去自驾游 看样子就得改齐了 公司的加薪计划出来了 为了平衡各部门的利益 公司决定只有一个人不能加薪 你们看这个人是谁 哎呀老板 最近我家里啊开销很大 你必须得给我加薪 我也必须要加薪 我年底还想买辆车呢 我的中资本来就不多 再不给我加钱 我都快撑不住了 那总得解决问题啊 你们有没有愿意 为我们部门做出牺牲的 老板 要不这次别给我加了 好样的 真是个男人 看样子 你家还挺富裕的 这个月房贷 又得东平西臭了 王宝 来套我办公室 经理 你朝我 进来吧 哎 坐 王宝 你来公司多长时间了 我来咱们公司有十年了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 一转眼都十年了 是啊 这十年以来 我真的非常谢谢你 对我工作上的支持 哪里哪里 您太客气了 难怪大家有事情 都会想到你 因为 就你会替大家着想 有了你啊 我这经理的工作 也好开展了很多 这都是应该的 主要是领导你带领的好 是这样的 王宝 你也知道 我们公司最近效益不太好 所以决定 我们部门呢 要裁掉一个人 我呢 已经跟他们都沟通好了 我心里 也有了最后的人选 我虽然知道 这个结果对我们来说 很难很难 可是我 以前公司 每次遇到困难 你都会挺身而出 我希望这次 你也会 那我知道了 那我先回去收拾一下 你是该好好收拾一下了 我这办公室啊 太大了 部门裁员的那个人 就是我 我要去上海的分公司了 以后 公司总经理的位置 就由你来坐 原谅曾经的荒唐 那放不下的倔强 而沉重的行囊 快要缩拦在这路上 下回去吧 帮工 小灵 1 7 6 感谢观看